最新的娱乐圈大戏 陈翔劈腿风波 昨天又来了一波小高潮 陈翔才发了声明说 自己和江凯彤是朋友正常交往 曝光的视频是恶意剪辑的 到了晚上就有网友曝光 毛小彤与grimmy的两篇记录 去年10月1日的晚上9点多钟 毛小彤给grimmy发消息说 看见陈翔和江凯彤在家里 气到手都在发抖 还让grimmy赶快接她离开 毛小彤的grimmy还在朋友圈爆料说 陈翔因为有综艺节目 亲爱的客栈要播出 务苦哀求毛小彤希望能和平分手 于是毛小彤一直隐忍民发声 而在这几个月里 毛小彤一直忍受陈翔粉丝的各种乳化 甚至还波及了家人和身边的朋友 但是陈翔没有一次站出来 为毛小彤说过一句话 看到这些最新爆料 外面又坐不住了 对毛小彤又是心疼又是夸赞 还有不少网友感慨 毛小彤分手干脆利落潮霸气 可以说是处理渣男的典范 KF老不爱思成员雷佳英 自从上次拍时尚大片 多嘴吹雪 一吹成名之后 仿佛上了影 前段时间去看秀时 他又吹上了 网友们都评价 他这是有腻腻的可爱 就连多个嘴都是爱你的形状 可能因为雷是多嘴实在有毒 DIF小不爱思也忍不住 每个人都靠死了一遍 王源的呆萌 王俊凯的搞怪 易烊千玺的帅气 就问你最新水哪一种 不只是男孩这么中了毒 就连银宝在最近的广告片里 也来了一发嘟嘴沙 这娇艳欲滴的大红唇 贴上银宝的小圆脸 真是美艳又可爱 不知道嘟嘴掌门人雷佳英 看了这些弟弟妹妹的cos 是反思呢还是反思呢